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政治遗产保卫战下集的第二个影片 如果还没有看到第一个影片的朋友 请在影片下面的说明那里找链接 现在我讲回正题 在江泽民的政治遗产中 镇压法轮功比镇压学生运动上位更加重要 因为镇压六世主要责任是邓小平 同时也是共产党的共业 相比之下江泽民是下令镇压法轮功的元凶 虽然江泽民是利用中共的暴政来作恶 但是继任的胡锦涛习近平对镇压法轮功的态度并不积极 在派系斗争中还打法轮功牌反击江泽民 在这里我要先做一个声明 希望法轮功的朋友能够理解 我在这里谈法轮功问题不是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 我只是在解释中共派系中的政治遗产保卫战 谈到了相关的法轮功问题 我讲的内容不一定完全符合法轮功学员的认识标准 但是我完全没有恶意 只是在就事论事 希望不会有人被中共特务挑拨而引起争论 那么如果我有讲错的地方呢 就请告诉我去改正 因为谈到法轮功问题 有很多人可能受中共妖魔化宣传的影响 不觉得法轮功问题对中国的政局有多大的影响 也有不少人虽然反共 但是并不同情法轮功 甚至反对法轮功 也有不少朋友对我们偷视中国看重法轮功问题不太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就深入了探讨一下法轮功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法轮功问题是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 首先简单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解读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关注法轮功问题呢 根据法轮功的官方网站的信息和公开的信息 以及我们掌握的一些情报来分析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前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在7000万以上 超过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 每天兼职到外面集体练功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 第二 法轮功学员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包括中共元老太子党 中共党政军高官里面都有人练法轮功 中南海里面也曾经有练功点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都有人继练法轮功 连习近平也有家人练法轮功 1998年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媒体还曾经头条报道过 当时的江苏省省委书记曾换友在广场参加集体练功 即使在中共镇压法轮功22年 在中国大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坚持他们的信仰 而且还不断有新人加入 法轮功群体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三 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22年的和平抗争 让中共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消耗战 中共也把法轮功当成头号敌人 投入巨大的资源进行镇压 随着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范围的讲真相 以及发起号召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的三退运动的影响之下 中共的群众基础是越来越弱 跟中国人是越来越离心离德 全球是越来越抵制中共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大家想想 虽然法轮功本身不参与政治 但法轮功学员的人数众多 遍布各个阶层 因为反抗中共的迫害而被动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非政治力量 他们长期坚持的揭露中共邪恶 反迫害 争取信仰自由 在永无休止的消耗战中 最终倒台的一定是中共 就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一样 结果是搞垮了自己 不管法轮功怎么想 在未来中国想获得明星的话 获得法轮功群体的支持或者背书 是不是各方势力都想要的呢 就算破坏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以及靠积极破坏法轮功上位的薄熙来 他们都曾经私下通过各种管道 想跟法轮功谈判 想用平反来获得支持 只是共产党犯下的罪恶太大了 已经没有资格给法轮功平反 必须要清算 也就是说 法轮功问题是观察中国政局不能忽略的重要指标 是江泽民拼命要保护的负面政治遗产 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为什么江泽民要镇压法轮功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 我还得要简单的解释一下研究方法和信息来源的问题 这是很多人看不清 为什么法轮功问题是中国政局核心问题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 中共为了掩盖罪恶和维持它的谎言 在国内控制了所有的媒体进行信息封锁 在海外进行大外宣建立红色信息环境 中共这样做不仅是不让人看到真相 而且还通过长期的谎言重复签变就是真理的宣传运作 慢慢去改变人的是非标准 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害怕中共的暴政 不敢向下一代讲出历史的真相 经过几代人的时间真相就被掩盖和歪曲了 在海外出于经济利益 西方的主流媒体不是被收买 就是不敢得罪中共 而对中共的罪恶沉默 甚至进行涂脂抹粉 也就是说研究一些深入的问题 包括法轮功问题 必须要去查看正反双方的原始资料 比较典型的是中共的抗日问题 过去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 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过去十几年经过一些学者翻查和对比 中共、前收莲和日本的史料 证实了中共是假抗日真卖国 扭转了很多人对中共的看法 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 对于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 他们对法轮功的印象 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共的宣传 即使是六七十年代文革中后期出生的人 九十年代末他们也就是二十多到三十来岁 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运动也只是有一点点印象而已 而那些六十年代以前出生 经历过中共各种政治运动的中国人 即使知道中共在搞政治运动 出于自保也不敢吭声 最终只会顺大流而铸就为略 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对中共的邪恶和对法轮功不太了解 在中共妖魔化的宣传之下 即使他们对中共没有好感 也不会主动去了解法轮功是什么 从而会接受中共的妖魔化宣传 尤其是2001年1月 中共制造出天安门自焚伪案之后 中共成功的挑起了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 害怕和讨厌 就更少有人敢去主动了解法轮功是什么 虽然过去二十多年 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运动和他们创办的媒体 已经扭转了很多人的看法 尤其法轮功媒体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勇敢的报道 让很多人真实的看到和体验到 法轮功群体过去揭露中共那些 让人难以自信的罪恶是真实的 也看到法轮功学员是一个坚实正义的道德群体 是对抗中共暴政最坚实的力量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对法轮功是不太了解的 这就更难理解为什么法轮功问题 是中国政局的核心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我就建议各位自己去法轮功的官方网站挖掘一下 看看法轮功究竟是讲什么 是不是中共妖魔化宣传的那样 就像我们研究中共一样 就必须要去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 去查看中共的官方原始资料 不仅仅是道听途说 辛浩林教授写的《谁是新中国》一书 也是从中共的原始始料中对比研究得出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的结论 根据我们对中共和对法轮功的长期研究 从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角度看 法轮功的问题在根本上看 是一场意识形态战 价值观之战和道德之战 大家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 中共对思想控制是有所放松 这时气功特异功能就盛行 1989年发生六四屠杀后 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改革开放停滞 1992年初 邓小平南巡后 中共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继续进行经济改革 接着在大批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的过程中 出现了下海的经商潮 中共不希望人们去关心政治 就败坏中国人的道德 引导人们去追求物质享受 跟中共同流合污 成为既得利益者 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下岗的失业潮 有大批的失业工人 没有了医疗报销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1992年5月 法轮功的创始人 李洪志师傅 开始公开全授法轮功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 有五套简单的练功动作 除了练功之外 要求法轮功学员注重修炼心性做好人 要做到骂不还恐 打不还手 义务交工 不收费 而去病健身的效果明显 因此 法轮功刚开始传的时候 就吸引了大批想要去病健身的中老年人 其中就有很多中共的老干部 其中在北京的紫族院练功点的 中共退休高干的资历 就比江泽民高很多 江泽民的老婆王野平也曾经学过法轮功 包括后来积极镇压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罗干 610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李兰青 都有练法轮功的亲朋好友 向他们介绍过法轮功 在1999年 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前一年 当时的全国人大和国家体委 都对法轮功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遗憾 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算的这么一笔账 如果练法轮功和其他气功 平均每人每年节省一千元 一亿人修炼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千亿 所以朱镕基对法轮功是非常支持的 朱镕基在湖南长沙的亲属中 就有人也是法轮功当地的练功点的辅导员 吸引很多人念法轮功的另一个原因是 法轮功的组织非常松散 来去自由 没有经历发明册 没有专职人员 所谓的练功点辅导员 都是些早期各自在外面公园练功的老学员 他们义务教功 学功的人多了 自然就成了辅导员 法轮功早期在全国各地的辅导站 研究会等组织 主要在中共政权这种掩护管制之下 法轮功为了合法的在各地办培训班和举办活动 而挂靠在各地的气功研究会 参照其他气功而设立的辅导站 跟中共官方打交道 大家知道 中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 任何的群众组织都必须在中共的领导之下 任何的气功传出 中共都安插特务渗透和监控 随着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 中共就想控制法轮功的组织 可是法轮功并没有真正的组织可控制 1995年中共的国家提会 公共健康部和气功科研会 就要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 联合成立法轮功协会 但是就被拒绝了 后来气功科研会又要求所有气功的分会 必须建立中共党支部再次被法轮功拒绝 1996年3月法轮功因为中国气功协会 要在各气功团体内部收取会员费 搞创收和成立中共党支部组织 所以就退出了中国气功协会和中国科研会 各地就以自发的群众运动方式存在 从这个时候起 中共就开始在舆论上打击法轮功 并且限制出书 公安部开始先定罪后调查 故意激化矛盾 为全面镇压制造借口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 按中共的特性 镇压法轮功那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现在中共连大一点的民营企业 都要建立党支部 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几千万人 中共怎么可能容忍法轮功 不在党的领导之下呢 虽然法轮功讲真善忍 要求学员修炼心性做好人 去病健身效果明显 对社会的稳定有好处 也有利于中共的指正 但是中共的特性是 假恶斗 却要装成伪光正 还要篡夺神位 做一个不信神的上帝 由党来定义是非标准 法轮功是有神论的修炼群体 心性提高后 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做好人 这对中共的意识形态 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用中共的话来说 就是在跟共产党 争夺人民群众的思想阵谛 对权力有病态执着的中共 必然会担心 如果人人都相信法轮功 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 如果我是共产党 我也会去镇压 我说这是因为它的 是非标准被中共党文化扭曲了 一个社会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 越稳定吗 中共连讲真善忍的 法轮功群体都容不下 结果只会将中国变成一个 人人为敌的互害的社会 反过来也会动摇中共的政权稳定 至于有人听信中共定性 法轮功是邪教的问题 我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因为在全世界 只有中共这个邪恶政权这样定性 其实用普世价值去衡量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加黑帮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府 可以定义任何宗教信仰是政协 因为信仰是思想领域范畴 而法律只能判定行为是否犯法 有关这方面的解释 中国很多的维权律师 在帮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罪辩护时 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上网 搜一两份看看就明白了 中共在宣传中 为了给镇压法轮功找借口 就说法轮功搞政治 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 什么美国政府资助法轮功等等 这些中共的谎言 用最简单的尝试就可以识破 大家想一想 中共最怕的是 美国跟他打意识形态战 区分中共跟中国 区分中共跟中国人民 在过去20年 如果美国政府或者西方的精英 真想利用法轮功搞垮中共政权 真是非常简单 如果西方的主流媒体在20年前 像现在揭露新疆人权问题一样 大力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行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新疆集中营 法轮功群体可能就不用自己辛辛苦苦的 从零开始去建立自己的媒体 大家也看到 20年来 左派的主流媒体不但没有负担起应付的责任 反而为了利益去帮助中共唱战歌 甚至花人力物力 制作纪录片攻击法轮功和法轮功的媒体 如果川普之前几届的美国政府 可以像在新疆香港问题上公开谴责和制裁中共官员 以及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就不会养虎为患 如果美国政府动用影响力拍一部 揭露中共迫害的好莱坞大片 或者在中国上空放一个卫星24小时 播放中共最怕的九频共产党 或者一早就资助法轮功学员开发翻墙软件 帮助中国大陆人了解中共的罪恶 可能中共政权早就倒来了 投入的资金可能还不到一架F35战机的钱 那些相信中共抹黑宣传的人 认为常年坚持在街头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 是美国CIA出钱的 这真是把CIA的能力想得太差了 看看川普如何失去选举的 看看好莱坞电影的编剧能力 就知道美国的精英绝非等闲之辈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法轮功有政治纲理 也没有政治诉求 除非把按真善忍修炼心性 当作法轮功的政治纲领 把争取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 当成他们的政治诉求 我们观察了一下台湾的政治生态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五六十万人 以法轮功的道德感召力和动员力 至少可以成为第三大政党 那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宗教参与了政治 但这并不等于某种信仰的人多了 就等于是参与政治 就像川普、彭斯、蓬佩奥都是基督徒 川普的内阁也有独圣经小组 但这并不等于信仰基督就是参与政治呀 也就是说 研究中国的政局问题 就离不开研究被中共当成最大敌人的法轮功 所以只要不受中共的妖魔化、宣传影响 深入研究法轮功 就可以看到法轮功是中国政局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是中共和江泽民都无法回避和推卸的政治包袱 除中共的特性之外 江泽民个人是出于什么目的镇压法轮功呢? 在西方的学者中 普遍是认为法轮功动员力很强 425上万人包围中南海 触动了中共的政权 前面我已经介绍了 中共不能在组织上控制法轮功 就想要从舆论上抹黑法轮功 这样就引发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写信 或者上门去跟这些造谣的媒体去讲自己的亲身体会 影响比较大的事件有1996年发生的光明日报事件 1998年发生的北京电视台事件 这些事件的详细经过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 请自己去法轮功的官方网站查找 中共的抹黑舆论不但没有搞出法轮功 相反一样 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 例如 光明日报社的人员了解了法轮功之后 很多人也去念法轮功了 还在光明日报建了一个念功点 大家应该理解 中共对任何的群体都会安排公安特务渗透和监控 对法轮功和所有器工都不例外 不过这些特务深入了解法轮功后 就成了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向上级汇报都是正面的材料 这跟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在1997年和1998年 两次下令公安部调查法轮功 想定性法轮功是邪教的意愿就相左了 大家想想 从中共病态的对社会的控制欲 和长期存在的政权危机感这个角度看 公安特务这种专制工具都被法轮功同化了 这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吗 所以这是后来公安部设计引发425中南海大商访 导致江泽民在7月全面增加法轮功的部分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跟中共的派系斗争有关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中共的派系的形成基础就是权力 中共领导人的头衔并不等于十字的权力 就像邓小平没有党总书记的头衔 却可以拿下两个党总书记 可以安排专列来巡 还可以召开没有中央军委主席出席的高级军事会议 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话 也就是说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屠杀后 当上中共总书记 虽然有党魁的头衔 却没有一把手的权威 军队的将领根本不把江泽民放在眼里 邓小平在生的时候 江泽民一直要夹着尾巴小心翼翼的做人 江泽民为了巩固权力就以贪治国 通过让军队和官员腐败加官禁绝来买忠诚 邓小平在1985年为了节省军费搞改革 就允许军队经商 不过也有很多的限制 然而在江泽民的放纵之下 军队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发展到大规模动用武装押运走势 1997年二月 邓小平去世后 江泽民就想方设法巩固权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巩固军权 在1997年 江泽民为了拉拢军队 就封了530名将军 在1998年 江泽民为了防止军队政变 4月成立了总装备部 通过文官组织控制装备补给 7月要求军队停止一切走势经商活动 以后由中央划拨军费 9月让朱镕基查办广东 湛江特达的走势案 而切断军队财路 得罪各个军头的这块猪虎头 江泽民也没有忘记让胡锦刀去啃 让他去当丑人 当时胡锦刀还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却要去担任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给后来军队逼宫胡锦刀 支持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 埋下了伏笔 江泽民还利用1998年的长江洪灾 打着抗洪抢险的名义 大规模调动军队 测试军队是否听令和建立自己的权威 1998年6月到8月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世纪大洪水 江泽民为了保住龙脉不准在静江分红区泄洪 结果天灾变成了人祸 这次所谓的军队抗洪抢险行动中 江泽民调动了十多个集团军 30万的官兵其中上到长江一线河堤的将军就有114人 私团局的军官就有5000多人 再有 朱镕基从1998年开始查走私 打击腐败 也促使中共的贪官制造政治事件 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借口避免查处 1998年3月27号 中共成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同时也成立了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 在这种局势的背景之下 找个远赤子捏 将法轮功问题政治化 上升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就成了腐败官员李戴桃江和捞取政治资本的 派系斗争的手段了 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 被抓的大老虎几乎都是江派官员了 1997年 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罗干就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 下令公安部进行内部调查 调查结论却是没有证据 1997年9月 中共十五大罗干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国务委员 1998年3月再晋升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5月就挑起了北京电视台YG报道事件 结果没有挑起矛盾 电视台反而还对法轮功进行正面报道 7月罗干在下令公安部在全国进行系统性的卧底调查 仍然没有收集到证据 与此同时 1998年5月 国家体委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了解 9月 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 12000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 结果表明屈命健身总有效率为97.9% 在这期间大林北京等地方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8年下半年 以乔史领头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也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 并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结论是法轮功遇国遇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这一年 中共的官媒也有不少对法轮功去面健身的正面报道 前面我已经讲过了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 江泽民曾被乔史劫持到中央党校表态支持改革开放 江泽民跟乔史是有仇的 乔史支持法轮功 江泽民自然也会对法轮功怀恨在心 上了年级的香港人或许还会有印象 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城市追击》节目组 在1998年的10月 曾经专门去广州拍了一个法轮功的专题节目 那时念法轮功的人数迅猛增长 超过了共产党党员人数 这也让刚刚尝到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心生妒忌 在1999年 国际局势的变化 又激化了中共的派系斗争 给贪腐官员将法轮功问题政治化上升到 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进行和平演变 危及中共政权的政治问题 在1999年的4月 罗干在天津又挑起了天津事件 殴打和抓捕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 刺激和引诱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 结果促成了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去北京上访包围中南海的事件 这些事情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法轮功官方网站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分析 用常情常理分析都可以看出 公安故意设的一个圈套 为后续的镇压提供了一个借口 425事件后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高度自律性感到害怕 怀疑有高人在后面操纵 虽然他想马上镇压 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余六个人都反对 不过接下来的国际局势 更是加深了江泽民的怀疑与恐惧 因为5月8号 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兰斯拉夫大使馆 6月4号是六四屠杀的十周年 7月9号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 接受了德国资深采访时提出了两国论 大家想一想 中共一直是有执政合法性的心病的 对权力有病态的执着 在这种国际形势的气氛之下 江泽民必然有很大的政治危机感 那么镇压非暴力的法轮功 树立威信巩固权力 在江泽民看来就是一种风险最小 收益最大的方案 因为按中共暴政的历史经验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群体 可以抵挡中共的残酷镇压的 所以江泽民就喊出了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 和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的话 结果大家看到了 江泽民和无神论的中共 真是太低估了信仰的力量了 将近22年过去了 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 反而日益壮大 法轮功学员还建立了自己的媒体 成了海外最大的中文媒体 成了对抗中共红色宣传的中间力量 也就是说 法轮功被推向国际的舞台 被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非政治势力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跟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关 江泽民和中共破坏法轮功 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已经罪无可恕 迟早会被清算 大家再看看 习近平的处境是不是也很相似呢 在中共派系权力斗争中 反习派将新疆香港的人权问题 吹跨成了习近平的负面政治遗产 与此同时 习近平面临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压力 对国内的控制也是越来越严厉 成了千夫所指 众半清理的独裁者 第一个影片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跳出来的链接 继续观看第三个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